今天来保养地暖 师傅你们保养都做什么 要具体把这个机器清洗一下 是吗 那是油是吗 日华剂 这个锅炉 这个就是这个叫洗澡用的这个锅炉 不可以用地暖 不可以用一个是吗 可以 问题以前的 有的二和一的 有二和一的 有有二和一 二和一 冲凉地嘛 都在那一起 挂墙的可以 也是挂墙的 就是说现在 单独的一个壁挂的 冲凉的 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就需要 比如说将来他要更换的时候就换一个壁挂的 这是热水 这是地暖的水 今天是这个老外 过来做这个 Irrigation shut down 就是把我们的那个就夏天喷淋系统 到冬天呢就要把水抽进放好 这个机器把管子里的水抽出去 知道关哪吗 是好几个呢 我这样 因为他只不能关一个 我还就会给你下来 关系他的房子 我让他就关一个到这 我才可以去家打开 哦 我们周围他就关那个什么 他不管在房子后头的 哦 你的意思 反正你也要 反正也要自己关 一起就给他关了 你告诉行了 OK了 他就可以 他说他说你没有 没有二和一 他说没有整个都关上 你关了几个 你还坐在小车上滑过去的 咋还有小车的声音 我可不去说去了 你让我说一次 你就没关上 你让我再去说 啥 你快上来 你刚才就瞎的当 你不是说关好了吗 你现在还好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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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弄一身灰似的 这也是个办法 以后不用它们下去了 你这裤子上有灰 你别在这打扫 你上外边 是吧 我没听说过 还给他60 还有这个事呢 对 他说上次 你先听嘛 还不开票 他有一个老夫的 这么贵啊 所以我还上下好几次呢 哦 这样的 那你这回问问他吧 上次多少钱我都忘了 上次六十八十 六十八十啊 那也不贵啊 一般来一次都要一百多 他怎么才六十八十啊 不算贵 因为他们惊动一下车 惊动两个人 你要知道他们工人的 那个工时可贵了 再告诉他们弄好了 他们自己就启动了 他估计差不多了 后面已经开始喷了 我记得一百五 哦 没记得 这么便宜两个人开个车 跑到这来当一一一 二十分钟就没有 那你来回的那可不止二十分钟了 还需要钱就嘛 是 小费以后 找花了半钱半十块给我 是吗 我自己想了 我也给弄的 哦 那你咋没说 你说 说那算了 往上 他想的时候你就说算了 给他们算了 我记得一百五呢 还不算贵 九十块钱 九十块钱 走了 不过倒不需要 请轻松开车过来放一下 可是要知道 他们的工人的工资啊 一小时也要三四十块钱 也四十多块钱 他们应该是 应该四十多 两个人的工资 一小时来回 至少要一小时 走了 这是清理Gutter 就是清理乌檐呢 这个我家的这个乌檐呢 它是有一个网 这个网呢 就是要用那个 把这个螺丝啊 给它拧开 然后把这个网拿起来 然后把底下清理干净 然后再把那个网拧上 所以整个这个乌檐 清理一圈下来呢 要四百加笔 这也弄了成十点 也弄了两个都要十了 这个地方啊 就是一下雨的时候 像水连洞一样 就是那个角落 角落那个地方堵了 这小伙子还是挺实在 因为我跟他说 那个天窗 那个漏水啊 然后他问我是怎么个漏法 我说用高压枪 他们洗那个房顶的时候漏水 他告诉我说 这边的这个天窗上就是直接盖上的 它是不打胶的 然后不是毛病 他说就是那个清洗的人不专业 不会洗导致的 哎 一下子让我对他好感倍增 我是第一次用它 因为一般的人会骗你 然后就给你随便涂涂胶 就就就赚钱 然后他直接告诉我说不是问题 哎 让我对他这个小伙子 一下子有了好感 现在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诚信太难了 这个信任建立其实很不容易啊 都是一次一次一次的感觉 慢慢建立起信任 但是这个破坏这个信任太容易了 我现在呢 就在积累一些 比较信的过的这个师傅 就是方方面面的事情 就不那么操心了 像现在的园丁 又不干了 他说工人干不过来 然后又在找园丁 所以说花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花钱也其实也很操心